海洋里最凶猛的动物究竟是什么 你见过蓝鲸被猎杀的画面吗 在阴暗的海水下 这些大型生物给我们的压迫感虽然很强烈 但是真正对我们有致命威胁的动物 远比这些带给我们压迫感的大型生物要可怕得多 它们的体型不大 游走在海水里 隐藏在海里的角角落落 它们就像是专门为了阻挡人类进入海底世界的蓝鹿虎一样 极其危险 今天 黑图通过视频的方式 带各位领导再次进入海底世界 认识一下海下那些对我们人类有致命威胁的十大凶猛生物 大家好 我是黑图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钮在三秒 给黑图个霸气鼓励 谢谢 第一个就是大白鲨 大白鲨的凶猛程度毋庸置疑 这家伙最大恶极 它是杀死人类最多的鲨鱼之一 除了叫大白鲨 它的别称还有识人鲨识人骄 它们活动的海域特别的广 几乎在世界上各个大洋的沿岸海域都有它们的身影 这种鲨鱼从出生起的体型就能达到一米以上 大多数的动物都是雄性要比母的体型大 可大白鲨却反了过来 母的要比公的大 雌性大白鲨的体长将近5米 体重高达1吨 咬合力更是高达1.8吨 这家伙的攻击力非常的强悍 嘴里的锯齿特别的锋利 它们咬到猎物后会左右摇摆 利用嘴里的锯齿将猎物撕碎 它之所以成为对人类危害最大的鲨鱼之一 是因为大白鲨的好奇心特别的强 它几乎会攻击出现在它眼前的任何移动的物体 包括人类的船只 人类如果漂浮在海里遇到大白鲨 生还的几率几乎为零 在所有的鲨鱼种类中 大白鲨是迄今为止咬伤人类最多的 除了攻击人类 在整个海洋里 它们几乎会攻击多数的鱼类和海鸟 除了虎精之外 大白鲨几乎没有天敌 好第九个 缩油 这个家伙长得花里胡哨的 看上去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攻击力 可它却是一种毒性极强的大毒物 缩油的体长可达40厘米 它的背部长着十几根毒刺 当有人靠近它们时 它们就会把身上的鳍条张开 让自己尽量的变得更大一些 来警告对手 如果有一些胆子大的 直接上去一把就抓住或者咬住缩油 那就会被缩油身上的鳍条与毒刺扎伤 它们虽然不会主动攻击我们 但是它们的防御系统特别容易被触发 一旦有东西靠近 它的毒刺就会立刻进入到随时攻击的状态 如果有大型掠尸者 比如鲨鱼去吞噬它们 多数情况下 鲨鱼吃到它都会吐出来 因为它身上的刺会扎伤大型掠尸者的嘴 这会给吞噬它的捕食者带来极大的痛苦 它的毒液并不会让人致命 但是极其的危险 一旦被它刺伤 会极度的疼痛 并且会呼吸困难 如果人类在潜水时不幸被它刺到 虽然它的毒液不会让我们致命 但是疼痛会让我们在水下痛苦难耐 炎中了很有可能会溺水而亡 到这里黑土要跟各位领导解释一下 今天我们说的河豚并不是人类养殖的河豚 而是大海里拥有剧毒的野生河豚 河豚有很多种 大部分都有剧毒 在所有的河豚种类中 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脊椎动物 野生河豚体内的河豚毒素 对大多数的动物都有剧毒 中了河豚毒的人 最快10分钟内就可能死亡 不过河豚的毒素大部分都聚集在河豚的体内 主要就是河豚的内脏和它的卵巢中 真正的野生河豚的皮肤与肠道中 也会有少量的河豚毒素 它们皮肤表层的毒素 虽然不会对海洋里大型的掠食者产生影响 但是足以杀死人类 虽然在我们国家 河豚都已经被搬上了餐桌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食材都是选用的人类养殖河豚 而且都是经过专业的厨师处理过的 真正的野生河豚毒性极强 各位领导千万不要被这个家伙可爱的外貌给迷惑了 第七个 蓝环章鱼 这个家伙的体型不大 却是一个杀人鱼无形的职业杀手 一只蓝环章鱼所携带的毒素 在数分钟之内就可以杀死26名成年人 它是一只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最可怕的是被这种章鱼遮伤中毒后 基本上可能就只有等死的 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解毒剂 可以抵御蓝环章鱼的毒 它的毒素是一种神经毒素 被它遮到后 人虽然不会立刻死亡 但是整个人的神经系统会瘫痪 神智清醒 但是不能动态 只能活生生地亲眼看着自己被淹死 特别的残忍 不过它们一般不会主动地攻击人类 只有当自己受到威胁时 才会发起攻击 它们的体型不大 而且身体还会根据环境的不同 自由变换颜色 它们有时会隐藏在海边的沙土下 人类如果不小心一脚踩上去 运气不好 可能会当场丧命 不过不用担心 它们一般都生活在太平洋靠近日本的海域 第六个 石鱼 海滩的剧毒潜伏者 它们的伪装技能特别的高超 海里的每入角落 都有可能是它们的潜伏地点 石鱼的背部 长有十几根粗大且锋利的毒刺 它们经常会伪装成岩石的模样 静静地趴在水下 等待倒霉蛋的来临 由于这种石鱼经常会出现在较浅的水域 或者海滩 导致人类很大几率会踩到它们 如果一个不小心踩到石鱼的身上 石鱼背部的十几根毒刺 就会刺穿人类的皮肤 同时注入石鱼的致命毒液 它是世界上最毒的鱼类 被石鱼扎伤 立即会呼吸困难 并且浑身会剧烈的疼痛 不是一般的疼痛 是立即剧烈的疼痛 中毒者一个小时之内 身上的皮肤会变成蓝死 短短三个小时就会死亡 特别的恐怖 它们是人类已知最毒的鱼 最近网上这样一个视频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一个人在给黄鱼挠痒痒 看上去特别的可爱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黄鱼的危险程度 穿我们的身体 它们的尾部两侧长有锯齿 刺入我们的皮肤后 再拔出来伤口就会下毒素 如果伸出水下 被黄鱼刺伤 非常有可能会溺水而亡 被它刺到后 它的毒性会让受伤者疼痛难耐 如果被小型黄鱼刺伤手指 第四个 虎鲨 它是个凶猛且贪婪的掠食者 几乎可以吃任何海洋中的食物 虎鲨的危险程度 是仅次于大白鲨的 除了大白鲨 攻击人类最多的就是虎鲨 它们的体型与大白鲨差不多 刚出生也是一米多 成年虎鲨可达五米以上 虎鲨主要是夜间行动 白天一般都下潜到更深的水域 它们的食物特别的复杂 几乎只要是海里能咬得动的 它们几乎都会吃 包括人类丢向海洋的垃圾 它的满嘴锋利的牙齿 可以咬断很多坚硬的物体 虎鲨攻击猎物的时候 会一口咬住对方 左右摇摆 用力从猎物身上撕掉大块的肉 特别的凶猛 不过虎鲨也并不像大白鲨那样 见到人类就一定会攻击 它们一般情况下会先观察一会儿 如果人类身上有让它们感兴趣的东西 它们就会试着先咬一口试试 到这里黑土还要请各位领导原谅 由于蛇的画面 会引起部分领导视觉上的不适 黑土会将海蛇打马 还望各位领导谅解 贝尔赤海蛇是全球毒性最强的蛇类之一 它们经常游走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暗礁周围 贝尔赤海蛇体长可达三米 体型与陆地蛇相差不大 这种蛇的毒液与陆地蛇的毒液大同小异 它的毒液中也是含有神经毒素 被它咬到后 如果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 同样也会有生命危险 庆幸的是这种海蛇的性情 相比陆地上的蛇比较温顺 一般情况下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只有在受到极大的危险时 才会对人类发起攻击 相比其他的有毒生物 海蛇在海里算得上是比较心软的一类了 不过它的毒液中含有非常致命的毒素 对人类来说依然是相当的危险 第二个虎精 丛林之王是老虎 草原之王是狮子 而大海里就数得上虎精了 它是海上的爸爸 虎精不仅性情凶猛 它们还拥有超高的智商与巨大的体型 虎精的活动范围 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海洋区域 特别的广泛 这个大家伙是海豚课中体型最大的一种 成年的虎精 体型将近十米 体重更是高达五吨以上 它们一般情况下都是群居 最多有四十多只一起活动 它们在捕猎的时候像狼一样 拥有超强的组织能力 并且还会拥有战术 合力围攻大型猎物 甚至是海洋里最大体型的蓝精 有时都会被虎精猎杀 虎精除了组织性强 攻击力强悍 最重要的就是它们的智商 它们可能是海里为数不多的一种 可以钓鱼的动物了 它们有时会将腹部朝上 移动不动地漂浮在海面上 给其他动物一种死亡的假象 当有海鸟或者其他动物接近它 准备啃食的时候 虎精就会看准时机 突然翻身用尾巴将猎物拍晕 然后再将它们吃掉 这家伙的智商非常的高 海里一些大白鲨什么的 根本不是虎精的对手 第一个 它是世界上最毒的动物之一 也是海洋里最毒的动物 这种水母长有六十多根畜虚 每根畜虚的长度最高可达九米 它们的处区上有上亿个微小的储存毒液的刺细胞 特别的危险 毫不夸张地说 碰到它就会中毒 一只香型水母的毒液足以毒死六十个成年人 而且中了香型水母毒的人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是必死的 如果不小心被它遮到 四分钟之内如果不能立即治疗 必将死亡 短短四分钟的时间就足以让人一命呜呼 它们触手上的毒刺细胞能轻松地刺入到人类的皮肤释放毒液 一旦接触几乎是必死无疑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